國慶煙火這次就是在嘉義的太保了 在太保可以安排一整天的行程 早上先看故宮南院 這裡可是有個正台之寶 當然這個這次的國慶煙火 在嘉義故宮南院那一帶這個舉行 聽說那邊的這個住宿旅館的房間 已經被秒殺了 早就訂購一空 尤其是故宮南院第一排 然後甚至你可以看得到 故宮南院之外 又可以看得到這個煙火的這個景觀 那邊的這個旅宿啊 你不要想說現在沒有機會了 剩下一天不到 你去那邊頂多可以看個煙火 然後去嘉義士奇 他還有很多的這個旅館房間可以去住 故宮南院的確是這 應該說這十幾年來 自從落成之後呢 他變成嘉義的一個特殊的 一個觀光住民旅遊勝地 那故宮南院他的稀奇在於 那邊你去那邊參觀那邊玩 一定要去觀賞那邊有一個 有一本正館之寶 龍藏金 龍藏金以前早期一開始 他是放在這個故宮的北院 就是故宮的總部啦 在外雙溪那一帶 那後來這個移到了這個 故宮南院去這個展覽之後呢 據說啊 在那邊成為鎮館之寶 只要看過了之後 親眼看過他的人 然後有欺世之福啊 這個以前陳水扁在當總統的時候 2008年因為官司的這個問題 他後來08年2月之後他曾經在這個有人 高人指點 然後他在那時候去故宮 看了他的那個庫房 安排有人指點他專門去看 當然啦 看了之後不見得就像相傳說 親眼看過就有七世之福啊 那七世的福報 但是這一本龍藏金 是在康熙八年 大概西元1669年 據今天有353年歷史 他的耗時這麼多年時間 把它製作完成 耗費了這個至少五千兩的這個黃金 然後呢 他的這個金箔使用了三十七萬兩 金粉用了一千七百八十二兩 他總共有一千零五十七部 總共是藏傳佛教 所有的這個經典啊 都在裡面 當年康熙皇帝時期啊 教莊皇太后在他的寢宮 慈寧宮看到了那一本 這個明代手抄本的甘柱爾金 甘柱爾金就是 釋迦摩尼佛的他的語錄 然後他就命人開始抄寫 結果呢康熙皇帝就下令用泥金抄寫 然後當時據說泥金抄寫到一半 黃金不夠了 還跑去江南再去買 買一大堆黃金 所以零零種種後面用到了 總共三十七萬兩銀 跟一千七百八十二兩黃金 總共然後再加上五千兩的黃金 你就看到用到那麼多黃金 而且他裡面那個裝蒸的絲綢啊 還是用江南製造的杭州 蘇州 這寧坡 這幾個地方的這個絲綢 當時皇帝整個那個下令皇宮啊 他的絲綢稅出啊還減少用使用的一半 所以你就知道他們多重視這本龍杖金 龍杖金如果今天要用價值 比較粗俗的價值去看的話 大概新台幣一百六十億元 天啊 老想就這樣搬過來台灣耶 現在在台灣 那我是說他的真本喔 真本 那真本當然在故宮收藏 所以如果今天有有有辦法 有這個機緣可以去故宮 到你現在看到畫面這個是 就是剛剛我講的一百八十八萬元那個手抄本 這個不是真本 這不是真本啊 你現在看到那個不是真本啊 是 那真本的話在故宮裡面 那這個總共還有一萬四千多顆 他什麼時候可以展覽的時候應該會轟動 當然 那每次展覽都每次轟動 他裡面有一萬四千多顆五色寶石 還有這個上下護金版的這個彩繪七百五十六尊佛 而且據說他裡面有一個超過百億元 這個價值的核心所在 就是黃段之花夾金一 那個裡面就有七成的龍蚊 據說以前皇帝才可以去摸他的 那據說以前一開始放在這個故宮的行政大樓 故宮剛遷到台灣的時候 行政大樓它是一個亂障缸的地方改建了 然後員工就一直說反映說看到拍咪啊 不乾淨的東西 後來故宮的高層的管理者管理人員 就說把那個籠葬金放到那個行政大樓的庫房好好收藏 所以放過去之後沒事了 早期在故宮北院在那個外商心那邊的時候就沒事了 那後來有人擔心說故宮南院曾經那邊太保寺那邊 嘉義太保那邊有東市里有這個第八公墓 有另外一個里又有第六公墓 然後還有五祖姑墳那五六百尊要簽葬的話 又怕簽不乾淨要辦一大堆法會 那會不會說故宮南院放到那邊也是不是很好 有人擔心 結果後來故宮高層說沒關係 要把這個籠葬金移到那邊展覽 就順便放在故宮南院成為鎮館之寶 結果移過去之後 當然啦 墳也簽葬完畢了 那邊也沒什麼事啊 也相安無事 所以我說你要說是巧合 不管是放在北部的這個故宮博物院 還是放在故宮南院 有籠葬金的地方似乎都非常的安寧 但你也可以說他真的帶來了一片祥和之氣 所以我才說有機會到那邊去參觀的話 到那邊去玩 就不要去錯過這個鎮館之寶 再來看看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意義叫做小康 在哪裡 在我們家裡補貼小畜甥 那麼我們常講說 你有1000萬的存款算是好的人 1000萬的存款身價呢 如果在這個地方 應該算是一級貧富 為什麼呢 因為它是欺負的人家 事實上小畜甥這個所在 其實是因為 那麼很多家裡人 出在外面打拼 打拼後一景還鄉 回來自己的故鄉 自己回到故鄉 又堅信 自己故鄉的年輕人 所以那麼你看出去打拼賺錢回來 回來以後又堅信出去 來來回回這樣子 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那麼在去年 12年一次的造賬 他們都是17戶 17戶銷出賬裡面有15戶市銷 結果17戶而已 12年一次造賬 總共擺出來的貢品是1350桌 當然17戶擺出來的貢品1350桌 你就知道他們的財力如何 那當然有的人講的比較誇張一點 為什麼有人講說 剛剛講的1000萬算貧富對不對 有人講說1億 1億很多了吧 1億在這裡應該是小咖 你知道嗎 然後有人講說10億 百億等等 其實就是表示他們很好 但是他們非常的低調 所以過去我們很少聽到 過去我們常聽到什麼 彰化園林 說好幾個人都在那裡 那看到很多保時捷法拉利之類的 但是你比較少聽到 嘉義部帶的小處征 事實上他們就是很低調 很樸實 但是他們肯拼 輕拼 說拼了 自己人有特質 他去外面賺錢之後 他永遠就不回來 他有時候回來光耀門湄 這個就是小處征的這個故事就對了 那麼當然 人怕出名豬肉肥 去年這個故事出來了 就是那個17戶 不是1350桌的貢品 這樣出來嘛 去年出來了以後 突然間小處征 出現了很多陌生奇怪的臉孔 要幹嘛 可能是不是網紅 一開始說是不是網紅 是不是網路 YouTuber 要來這裡做什麼 後來包括理事長 包括地方的事實就有點緊張 你知道嗎 想說會不會是外地人 不是要來做什麼 所以後來怎麼辦 警方就加強巡邏 講到加強巡邏 因為人怕出名豬怕肥 那麼怕說人家以為說 這都好人 其實小處征平常比較多老人家住在那個地方 是 年輕人都會打招就對了 那加強巡邏 其實我們都叫加強巡邏 是農業的縣市 其實加強巡邏也曾經很繁榮過 比如說我是客戶的我母朋友 還有一個旁邊 有一個大拿 大拿對吧 我印象非常深刻 五十年前我小孩的時候 我們阿嬤坐飛車有沒有 英文都在大拿路車 我們大拿拿走路的 然後走到我們客戶 為什麼 因為就是我們的火車都固定在大拿有站 所以說在那個地方 我還記得有時候我們阿嬤還有帶我投票 你知道嗎 所以你那大拿路來有 我們大拿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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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大拿以前非常的繁榮 為什麼呢 大拿我說一個告訴大家聽就好了 我們現在不是說哪裡哪裡哪裡 很多戲院又關了又不景氣嗎 只有大拿這個地方有五間戲院 五間戲院很大你知道嗎 因為大林大拿這個地方 他有贏去這個地方 所以事實上過去三四十年前 有阿兵哥很多阿兵哥訓練中心 就在這個地方 所以他的彈子房 他的包括這個冰果市水果行 在7-11還沒有來到台灣之前 這裡就出現了台灣24小時營業的水果行 小吃店還有這些彈子房 都在這個地方 所以你就知道他曾經繁榮到這個地方 阿兵哥多 然後還有包括小吃店多 連美女也多 因為這個錢都集中在這個地方 但是後來而且這個地方 早在那個時候公路鐵路都在這個地方 我告訴各位 日本來攻打台灣那時候馬關掉 然後不是1895年要來接受台灣 這個地方還出了一個非常有名的故事 雖然日本人都不承認 為什麼呢 那時候曾經一度當過日本天皇 後來被明治天皇給推翻的 北百川宮冷久親王中將 他帶著敬衛師團 從那個澳大開始登陸了以後 從宜蘭台北 他一路打到大拿這個地方 結果他騎一匹白馬 結果上面一個抗日份子 他就用那個鐮刀 用一個竹竿 然後躲在那個樹上 突然間就撤下去 你要正中他的脖子 然後他是醉馬 然後那個抗日志士跑掉了 後來他們對外日本人都說 那麼北百川宮冷久親王 是因為死於霍亂生病 其實是被抗日份子在大拿這個地方 砰了從上面這樣一刀啊 所以大拿這個地方 也曾經非常非常的環瓏 不過這些年以來 可惜已經沒落了